又回到C++ 今次講兩件簡單的東西 第一件是Namespace 在C++加上加了Namespace 例如My Project 簡單來說 它不用分好的 加了就沒所謂 簡單來說 如果我有個class 例如我把這個 shapeList 放在My Project 這樣加上 這個是Namespace 你見到它現在立即用不到 如何使用它呢 就要打回名字 My Project 簡單來說就是 你把它分成 給Pfix 如果以前我們沒有Namespace 你不就能打回名字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呢 就是 首先看看這個 shapeList 或者這個 another list 可能是BaseOn 或者不是BaseOn BaseOn也可以 shapeList 你可以看到 如果在同一個Namespace 它可以 不用打全名 因為它也是同一個Namespace 或者這樣 我把Namespace 放在 shape那裡 這裡 加個Namespace 如果你這樣打的話 你當然要Circle Circle 你也要有Namespace 當然 你視乎 Circle 如果是UnderMy Project 你當然可以這樣 另一個選擇就是 你可以打回 Namespace 打回全名 兩種方法都可以 那你就可以用到它 所以 作用就是為了 打小一點 如果你又不想跟別人撞 因為你怕跟別人撞 所以有時候你才加個Pfix 即是加個自己的名字 加UnderScore 去前面 所以這種就可以 做到同一個功能 Namespace 很多language都有 所以 不是太難的 那 但是 要注意的東西 那 Namespace 你可以開 有關的 你可以開 有個Namespace 是嗎 My Project 然後你裏面做一些 例如你做個class 叫做 不知道 ABC 然後你又 完了Namespace 你又可以再開 同一個Namespace 那樣東西 class 做不到 雖然 class 感覺上 如果你裏面全部都擺放 一些Static功能 都像Namespace 不過就有這個差異 那 Namespace 裡面都可以有 Global Awareable 亦都可以有 Global Function 即是 功能 都可以的 就是這樣 不是太特別 那 亦都可以是 Next 就是 一層層 那 這個是 Lastic Namespace 那 跟C-sharp 不同 C-sharp 可以直接 DOT 去打 我不知道 但是 C加加不行 一定要很正規地打 分別 不是太多 另外 還有一件事 除了 Namespace 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你還可以用一個 叫做 Using Namespace 的 如果用了這個字的話 那 往後 即是這個 cpp 往後 它就會 假設你不打 它會嘗試在 這個Namespace 找同樣的東西 看看有沒有這個 但是 這個做法 都有一些 救病的問題 例如 如果你在 比如說 Shape DOT 那裡打 Using Namespace 的話 所有 Include Shape 的DOT 都無形之中 就變成了 用了那個Namespace 當然你覺得這樣 沒問題 但是 當個project很大的時候 其實這樣很危險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 會用了哪個Namespace 所以 那些人就不建議這樣做 你的Using 最好就只在 CPP出現 簡單來說 另一個做法 就是你可以在一個 一個class裡面 用的 即是說 一個class裡面 就像TidyFile 一樣 你也可以在那裡 Using Namespace 或者 Using 用 這些都是其中的做法 OK 另外 就是 有些人會提議 不要用 Using Namespace 反而用 Using 就這樣 這樣 就是這樣 就可以了 它就知道 如果你下次叫ABC 就知道 用這個 ABC 因為你可以 有兩個 Namespace 另一個 Namespace 裡面 可能也有一個 class ABC 那 在這個 情況下 它就知道 如果 這樣 ABC 的話 它就知道 會用 這一份 因為你用了 USING OK 如果沒有這句的話 它就分辨不了 它說 它是 undefined 對吧 如果我現在用 Using Namespace My project 同時用另一個 Namespace OK 這樣的話 它就會發現 不知道 哪個好 你有兩個 當然 你可以指定 哪個 是吧 這個就是 Namespace 都很少人會不明白 所以我不說太多 最多人辦的錯就是 就是 用了 USING Namespace 在英文上 在很多大 project 不太容易地用 這個是比較常犯的錯 嗯 是 有Namespace 就OK 那 那 我講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 就是Constant 那 這裡你見到 我做了一次Constant 那 其實 那個Constant的概念 就 在C++都很重要的 因為 嗯 或者這樣 我用這個Shape 那我可以有一個 Shape pointer P 又或者我用一個 Constant的Shape pointer P 甚至乎我這裡可以直接 叫做Constant 那 那是什麼事呢 就是說 我有一個 Pointer 它是指去 那個 Shape 那這個很簡單 有Shape Object 有一個Pointer 就指過去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呢 我會用這個 叫做Constant 的方法 那這個也是OO 其中一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我想某些東西 它是 它是 read-only 的 就是Constant 不應該被改變 那 這樣吧 例子 這個 裡面呢 就有 i 這樣可能比較好 用一個簡單的 那 myobject 那 你可以直接 A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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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 功能 就是 myobject 上次也說過 如果你就這樣的話 它會 Copy 但是我 不想它 所以我可以用 Pointer 或者我可以用 Reference 那 如果我這裡加了 Const 其實我這裡 就可以 照樣 A.I OK 沒有問題 但是呢 你就不可以 Assign 因為它說 是Constant 就不能夠改變 那 有點像什麼呢 就說有一個 I 等著 如果我這裡 Defined constant 其實你不可以 再給別的Value 對吧 因為這個是Constant 是不可以再給Value 所以把這個概念 伸延到 Object 就是這樣 就是說 它的Member 這個I 如果它是Constant 的話 是所有的Member 都是Constant 你都不可以改變 OK 那 就是這樣 所以你會透過這個 Reference 的方法 或者Pointer的方法 甚至是一開始Declare 的時候 你加Constant 這樣 同樣地 一個不是Constant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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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現在不是Constant 來的嘛 或者我們用另一個字 叫做Multable 那如果我有個 Pointer Pointer 等於 那如果我 Defined constant 這個就是Constant Pointer 所以這裡 就不可以 改 這個 就不可以改 I 對吧 因為Constant Constant 我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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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ant 或者Reference 我用Reference 可能會更大笑 那 這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什麼事 那 再新言 就 你想一下 這個 就是Multable 這個 就是Constant 所以我再有另一個 Pointer Kill Reference 或者 Pointer 沒所謂 那 Constant 等於Constant Pointer 或者Reference 就OK 因為大家同樣做到的 但是如果 調轉 我有一個Constant 但是我等於一個 不Constant 不Constant 意思是 我可以之後再改變 那是不OK的 因為你原本說 不可以改變 你可以改變 可以改變 的 Reference 就危險 這個時候 所以我們就 假設 你覺得這樣做 是一定要的 就是一定 是的 我是要做這件事 是對的 你override 你強迫它 我們就可以用 Constant Constant 叫Reference Type 這樣就可以 由一個 Mu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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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 Constant 轉到一個Mutable 的Type 就用這個 那你用Static 用Reinterpret 都可以的 不過用Static 是不OK的 Static 是一個 安全一點的方法去 看看有沒有一個 合理的轉換 Constant 但是不包括在合理的轉換之下 所以這個就是 Constant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就是 OA的概念 就是想希望 如果是 譬如說我這個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叫做 Print 我要Print 這個 我Print 這個 這個功能 這樣 那我其實不期望 它改動我的 所以 Constant 就可以作為一個保護 因為對電腦來說 沒有意思 CPU 是沒有Constant 這個概念 只不過在那個Language 上面 就防止你說 會不會 你不小心動了 A 好像裡面的東西 這樣就不OK 所以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再看看 如果加上我們有一個 功能叫做 GetI GetValue 那我們ReturnI 是不是 那我在這個功能 其實這個已經是Constant 那我可不可以 GetI Get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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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說不行 為什麼呢 它就說 一樣 這個 這個功能 是需要 怎麼說呢 在Constant之下 不可以用 因為假設那個Compile 如果不知道裡面的內容 當然你看的內容 就知道它沒有改到 I 沒有改到任何東西 但是Compile 在這個 只有一個功能名的情況 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所以 私家卡道 就有一件事 是它才有的 C-Sharp的 也沒有的 就是 兩架Const 這個字在後面 從而就告訴你 這個功能 其實就是在Constant之下 都可以用的 OK 那同樣地 這個是其中一種 Function Overload 所以你可以有兩個 不同的功能 這個 就是這個 那同樣地 如果你都很不明白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 P-Net 這個叫做 Multiple的GapValue 然後這個 就是 Constant的GapValue 那你可以知道 它叫誰 如果你真的很不清楚 概念 所以 它這個時候 就會叫這個 如果這個不是Constant的話 它這個就會叫這個 OK 所以 你要分開 有Constant 沒有Constant的Version 那 當然 有時候 我需要不需要寫兩份 大佬 一樣而已 我都是想 Return I 那同樣地 如果我不寫這一份的話 我不寫這一份 那譬如這個A 現在這個是Multiple 我GapValue 它都OK的 OK的原因 是因為 你將一個Multiple的Object 它可以改的 那你去Call一個 只是Constant 才能用到的 那當然OK 因為你不動它 只不過是 所以那個要求更加 只不過是更加 嚴格 只是這樣 但是我本身 都可以改到的 你說改不到都沒有問題 是不是 那當然不要改它 那所以 所以當你Call這個Function的時候 那個FunctionOverload 就是 如果本身這個Object 是Multiple 或者這個Pointer 是Multiple的話 它Call的時候 就會嘗試找一個Multiple的Version 如果沒有Multiple的Version 那就嘗試找一個 Constant的Version OK 那這個就是 Constant Function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那 從而引伸到 就是 就是說 這裡 假設我不知為什麼 GetValue 所以 i++ 這個 因為它是Multiple的Version 因為它預料你Call這個Function 有機會會改它的東西 所以 它改它沒問題 但是這個就不同了 就是說 明明這個Function 是不應該改動任何東西的 但是你這裡就是改動它 所以它就不讓你去Compiler 所以它就是幫助你去找出 會不會你明明說明不改 那你就只能改動它 是吧 那這個是 是其中一樣東西 那 所以你要注意 Constant Function 是不可以改動Member 那 凡事都有例外 有些時候 我們就是想要改動 那什麼時候呢 例如 我們現在有兩個Value 那我還有一個 可能就是 Changed 那我還有一個 有一個 啊 C++其實有boolean 大家終於可以用boolean 那如果GetValue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如果Changed的話 我們可能這個就 做Value 如果改動過的話 我們就 把Value等於 I加J OK 那 我們想做這件事 那我們在這個Value OK 在這個Value 我們也想做同一個 那如果我們每次 設定那個 設定那個 I的時候 設定 I和J 的時候 我們可以 以 這樣 I 還是J 還有我們記得 把Changed 記錄成 True 那這種 類似 Lazy Lazy Evaluate 即是說 我 改動一些數目之後 我不能夠計算 價值 當然啦 這個最好是Private 這兩個最好是Private 外面不能動 當然 這兩個都是Private 我這裏懶得不改 那你應該要透過這個set的功能 改變它 那我已經記錄了它改過 那當我下次要get的時候 我才要做一個計算 這裏才做個compute 就是把computation移後一點 就是evaluate 那當然啦 既然計算過一次的話 你就可以說 change這個改變 或者有些人會稱這個為dirty 看你喜歡怎樣叫 那在這個case 就算這個getValue是constant 其實你也想做到同樣的功能 OK 但是都是剛才那個 就是你這兩個Value是不能動的 因為這是constant function 那這個時候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constant class 回那個 my object 是不是 嗯 放一個disk 那你就拿了一個multiple的disk 這個你看看 怎樣改名 或者我叫它m ponder 那你拿一個multiple的disk 你就可以用這個來操作 OK 那你就可以從而用這個constant class 就是克服這個constant 那當然危險不危險 你要決定 那 那 那 OOP的概念就是說 你設計這個class這個人 是負責這個class內部的運作 那所以 合理不合理 安全不安全 是你決定 用的人就說 我預料的constant 我不知道 那我當你沒有動過 那這個是方法一 方法二呢 就是我們不在這裡改 我們這個 按照原本這樣 或者這樣 我 remark 假設大家要看 dirty 好 另一個選擇呢 就是呢 我們這裡 這裡加一個multiple 的字 就說呢 multiple even 是constant 的時候 OK 那 這兩個web 就會是一個例外 就是就算它是constant function 都可以動動它 又或者外面都可以動動它 如果你 public的話 外面都可以直接動動它 即使它是constant 那 那這個東西 就 不是很建議用的 因為它很危險 就是 你一有這個東西 就全部都可以用 那所以 上面這個 就比較建議多些 那 那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constant 是不是 不是很難的 constant 和namesplay 兩樣東西 就 用起來你就會慢慢明白了 它有辣有不辣的 是吧 就是 好處就是它可以幫你去找到 哪些東西 但是不好處就是 很多時候你都不知道為什麼 又要寫兩份 是吧 或者怎麼樣 或者是有點不同 那這個就是第一樣 那 基本的概念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講講 一些更加 advanced的問題 當我說這個是constant 啊 其實用painter 其實比較好 當這個constant painter的時候 的意思呢 就是 誒 這個 指著的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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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是constant 就是constant describe 這個指著的對面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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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比如說 我 有另一個object b 這樣吧 我想 押了這個object b 到這個painter 是OK的 因為只不過 這個叫做a 現在 A b 你可以 重新押了一個 但是 如果跟回 integer這個概念 應該連這個東西 都不能動的 所以 如果我只是想 這個 我描述這個是constant 那怎麼寫呢 其實寫法 有些不同的 就是你要把constant 放在這個painter 的 由左邊 OK 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你就是告訴你 這個painter 本身自己是constant 就是說 這個東西 就是紅色這個 這個東西 本身是constant 但是 對面呢 就是multable OK 所以 如果你說這個 又是constant 對面又是constant 的話 正確的寫法 有些人會這樣寫的 是嗎 const painter 其實它分別就是 在painter的左邊 右邊 右邊是指的painter 左邊是指的data 所以 這個所謂叫 在painter的左邊 在星號的左邊 所以你寫在這裡就可以 寫在這裡就可以 OK 所以兩邊都可以 因為 之前的standard 不是定得很清楚 但是現在就定得很清楚 就是這個 星的前面 所以 那些人習慣了寫這邊 OK 所以這個呢 就 有四個選擇 你可以是一個painter 自己的constant 對面是multable 又或者兩邊multable 兩邊constant 或者調轉 那你自己選擇 你到底是不想被人動painter 還是不想被人動對面 那你就要想清楚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 叫做 constant pointer to constant data Value 或者叫做 這樣 那 所以這個就不可以 再assign了 對不對 但如果你這樣的話 它就不可以再assign 不過呢 對面的i 又可以動的 因為對面的Value 是multable 所以你要看得很清楚 這個是怎樣 但這個其實是機會用的 機會不是真的那麼多 最多時候都是這樣 因為其實用得painter 你都不是太介意 painter被人動到 有很多時候 多事啦 實際上的例子 你慢慢就會 用得多 又知道 一看別人的source code 那 那這次就是講到這裡 不算說很多東西 但是還是要打得好的基礎 那下次再講第二件事 下次再講第二件事